第527节 神人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用不着为了赌一口气 把自己的老命搭上 云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 这些天早就看出来了 那个长得和老妇人一样的老头子 非常的恐怖 云叶在山上甩出来的掌心雷 也非常的可怕 不是自己夫妻能够对付的 早些回家才是正经啊 如果运气好 鹿猪能有身孕 谁还去管什么出事和入事啊 钻进了洞 江黎把老鹰拖到绿猪的身边 趁着老鹰的身子还热 割开了喉咙 把温热的鹰血一点点的 举进了绿猪的嘴里 看着绿猪贪婪吞咽的样子 江黎开心极了 只要能吞咽就好 再熬上四五天 就能逃出生天了 江黎欢快的拔着老鹰的毛 在这个忙碌的天系里 还为绿猪用老鹰羽毛 编织了一顶鹰罐 等到把毛都拔干净之后啊 就小心的生起了一堆火 今日云雾缭绕 山下的人看不见山顶的动静 所以大白天的生活也不要紧 看着火苗 铁饰着肉块 江黎的猴节上下活动的飞快 毕竟已经四天没吃饭了 谁也受不了啊 绿猪也不说话 眼睛直愣愣的盯着老鹰肉 口水不停的流 江黎爱怜的帮他擦擦嘴 却被他一胳膊打开 吃吃的看着肉块 害怕绿猪烫着 江黎撕下了一小块肉 吹凉了给绿猪喂了过去 绿猪吃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把一小半老鹰吃了下去 江黎就把老鹰收了起来 挂在雪壁上 剩下的要吃四天的 不能一顿吃完 看着解食地上的老鹰骨头 使劲嚼得江黎 绿猪大声的说 我还要吃 我饿 江黎费劲地把一小块骨头浇碎了 咽了下去说 阿猪不能吃了 我们还要在这里留四天呢 外面的老鹰远远的躲开了 我再也抓不到了 你忍忍 等下了山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祷告 乖乖地睡 我在这里陪着你 绿猪又把头转了过去 面对着雪壁发呆 江黎害怕他冻着了 就往火堆里加了一点柴火 这些天每天都在为寻找一点食物奔波 从来就没有好好地休息过 现在烤着温暖的火堆 抱着自己的膝盖 沉沉地睡去 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肋下穿来 江黎诧异地朝自己的肋下看去 只见一把刀子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身子 方氏很熟悉 从第三根肋骨下方朝上次就会到达心脏 这是一击必杀的招式 知道这样杀人的人 好像只有自己和绿猪 哈哈哈哈 绿猪笑得开心极了 这个该死的侏儒 已经空着自己十年了 现在连一点老鹰肉都不肯给自己 现在自己已经重伤了 说不定这个家伙会把自己扔下逃跑 该死的老天怎么不是他的腿被摔断了 偏偏是老娘呢 说不定这家伙就在等自己死 好吃自己的肉呢 现在好了 老娘没得吃了 就吃你 江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终于一头倒在了火堆里 脸上不知道是血水还是泪水 在火堆里发出呲啦的一阵清响 变成了一粒青烟 渺渺升起 大年三十这天 无蛇带着狗子老江再一次来到雪堆上 这一次可以越过雪堆了 因为积雪已经变得很磁石 几乎就是大块大块的冰嘎的 估计开春的时候 东阳河会发洪水 这样多的冰雪足够融化到晚春的 三个人艰难的越过了雪崩的地方 在山顶找了很久 才找到那个雪洞 无蛇往里看了一眼 就把脑袋缩了回来 对老江说 往里泼些煤油吧 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不让老天看见 免得增加侯爷的罪孽 好奇的狗子 把头探进去之后 就迅速的缩了回来 趴在雪地上吐的苦胆的流出来了 老江苦笑了起来 他不用看就能想象里面的样子 无非是人吃人罢了 早年间如果自己没有加入唐军 而是加入了朱杰的军队 说不定自己也会吃人 大冷天的 没东西吃 不吃人吃什么呀 看似是一句有道理的话 可是人不是野兽啊 不是这么算的 奶奶的 那个女人真狠 硬是把一个人吃的只剩下一个身子 这两条腿上全是牙印 老贴爷 他是生吃的 有柴火 为什么不点火呀 就你话多 无舌重重的 在狗子的脑袋上敲了一击 老江钻进洞里 把带来取暖的煤油 均匀的泼洒在两具尸体上 点着火就出来了 雪洞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 顺着两侧流走 顶上的积雪慢慢化掉 掉在火堆里 带起了一阵阵水雾 浓烟从通风口直上云霄 不一会儿 雪水就化尽了 会成了一股小溪 带着好些黑色的肉块 顺着低处掉下悬崖 好几只老鹰似乎闻到了味道 见一般的向悬崖底部冲去 无舌 老江 狗子 也没有兴趣 再多看那个雪洞一眼 不等火焰熄灭 就匆匆下山 今晚家里还有风声的酒宴 在等候大家 没工夫去管那些 人吃人的事 张建之吃完早饭就进了卧室 简陋的木床上 一袭天青色的袍服 被整齐的别放在那里 这是母亲昨日仔细浆洗过的 别的衣服可以用棒腿敲打 这套衣服 母亲小心的用手脱出来的 在她看来 这套衣服和儿子一样 都是她的骄傲 见儿子穿上了衣袍 张建之的母亲蹲下来 用力的拽平整 儿子今天要去侯府做客 给先生拜年 需要穿的整齐鞋才好 瞅着英气勃勃的儿子 老夫人都不敢想自己也有这样风光的一天 儿子在书院里跟着那些民宿大儒进学 长安城里好多富贵人家都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歌迹的儿子居然能够做到 一边上学一边还能养家 这让很多以前看不起儿子的南城区富商 羡慕的眼红 儿子以前做工的那家 那更是如此了 家主见了儿子都要喊一声张世兄 要知道这个称呼以前是官换人家才能用的 去侯爷家做客是荣耀 就是礼物轻薄了些 自己织的一匹麻布而已 不过这匹麻布是自己用心织的 织的很密 线头接的也少 谁都会说是一匹好布的 就是不知道侯爷家能不能看上 以前自己做歌迹的时候 去过富贵人家 哪一个不是穿着绫罗绸缎的 儿啊 要不然你再带上一封点线 老夫忐忑的对儿子说 张剑之笑了 拉着母亲粗糙的手说 杨倩 您不知道 先生家的厨子做出来的点线 那才是长安 不 全大堂最好的点心 学生去见先生带着手信 这是礼仪 不是去显摆阔绰的 先生也最看重心意 如果孩儿拿家里所有的钱财 来置办礼物 才会被先生看不起呢 您知道这匹麻布很好啊 先生会喜欢的 等儿子回来 给你带云斧的点心 真的很好吃 老夫人笑着拍打了儿子 一下说 哪有去先生家拜年 连吃袋拿的 不知羞 张剑之看了看天色 抱起那匹麻布边走边说 这是学长们教的 去先生家千万不要客气 但愿他们这回不要再忽悠我了 才出门 一辆马车就停在了家门口 一个胖子把脑袋探出来大喊 剑之兄 快些 吃了就赶不回长安了 张剑之大声的答应着跑出家门 母亲也追了出来 看到这辆豪奢的马车有些愣神 那个胖子已经伸手矫健的跳下来 给老夫人敬礼 手无足措的老夫人 连忙把胖子扶起来 眼睛却看向儿子 母亲 这就是雷童 我经常跟您说起的童窗 孩儿与他早就约好了一同去玉山 您回去吧 孩儿这就去了 说完就和雷童一起钻进了马车 马夫吆喝了一声 这辆豪奢的马车就窜了出去 很快的就出了访门拐去了猪雀大街 那这鞋底子的华家娘子纳闷的问老夫人 张娘子 这刚才上马车的是剑之 是啊 他要去给玉山先生拜年 同窗来接他 也不知道侯岳家的饭食有多好吃 这两个孩子都等不及了 你看吧 他妈慌张的 老夫人的脸上满是骄傲 有了马车去玉山就快了 一个多时辰后就到了云家庄子 雷童给马夫几个铜板 让他去街面上自己解决知识 自己拎着两个巨大的礼盒 就和张剑之一起进了云府 府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好多学长已经坐在客厅里喝茶 等待先生出来 登记礼物的管家和帐房笑咪咪的在乡房门口等候 见雷童和张剑之被仆役带了过来 二管家老赵就上前行礼 感谢他们来给侯爷拜年 雷童的礼物不俗就是一卷古画 只要看看画上那些马匹的藤岳姿态 八成就是斩子钱的真迹 老赵原来就是做珠宝玉器生意的 哪里会看不出来 小心的把画轴卷起来 装回盒子 对雷童说 少郎君有心了 你先生的脾气你是知道了 送了这样的礼物 你难免会吃牌头 嘿嘿 还是快快收起来 莫要被先生看见的 雷童见管家态度坚决 只好收起画轴 把另外一个礼盒包了上来 管家一打开就高兴了 只见里面装了一整套的大头泥娃娃 憨态可居 甚是喜庆 连忙把礼物收好 收好了礼单 雷童见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 被主人家喜欢 自然跟着梅花眼笑 老赵接过张剑芝的那匹麻布 拿手在上面摩索了一阵子 挑起大拇指说 哎哟 好料子 布面平滑 街头几乎没有啊 厚实 整匹布垂的软和 啊 老奶奶一直想要找一匹好麻布 给府上的两位少爷做贴身衣裳 这就算是有了 哈哈哈哈 少郎君家里有这样的巧手 实属难得呀 登记完了礼单 张剑芝雷同就一起去了院子 一大圈 贺兄 杨兄 文兄之类的 拜会下来已经是晌午了 老前早就准备好了宴席 说侯爷被陛下留在宫里了 出不来 由他招呼大家演演 诸位和侯爷都是亲亲的师徒 这万万不要见怪啊啊 务必吃好喝好 今年学问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都知道先生是天子尽臣 既然被留在皇宫 自然不是一时半会能回来的 大家也就放开心胸 在云府大吃一顿 张剑芝认为自己吃饭已经很没有风度了 没想到旁边的雷同更加的没有风度 盘子里放着一个猪蹄 又把眼睛盯到大块的腰肉上 小雷 你家里不缺肉食 干嘛这么拼命啊 张剑芝不好意思的捅了雷同一下 雷同头都不抬的说 我家的肉食能吃吗 连书院的饭食都赶过上 回家让厨子给我做红烧肉 结果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被我当即就把家里的厨子给打跑了 我爹还不信书院的饭食会比家里好 休暮的时候啊 我带回家一份红烧肉 我老子一口气就吃完了 说这才是食肉 家里的厨子你的不愿 你尝尝这猪蹄子做的地道啊 说完就旁若无人的又插过来半个猪蹄 搁在张剑芝的盘子里 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很多人都是头一回充当大人 上别人家见礼 刚开始呢 还有些拘束 见有人开头啊 哪里会吃亏啊 在书院抢饭吃 又不是没抢过 过一会就吃的见不了人了 老钱最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 云夜见到会心疼 但是老钱固执的认为 客人吃的爽快了 才是给主人家最大的面子 说明啊 云府的美食名声不坠 端着酒壶不断的劝酒 笑得和米罗佛一样 少年人在喝酒一道上 哪里是老钱这样的老狐狸的对手啊 老钱把七八张桌子都走了一个遍 身后呢 就堆了七八个空酒坛子 都是烈性酒啊 不多时就有人七扭八歪的说胡话 一顿饭吃的足足一个多时辰 眼看着天色不早 已经明显喝高了的张健之 扶着死猪一样的雷同 出了云府 手里还拎着两个竹篮 一卷画轴 竹篮子是云家的回礼 精美的四样点心 中间放着一个不大的奶油蛋糕 张健之努力的扶着雷同 生怕这家伙碰坏了竹篮子 见雷同的车夫迎了上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来的时候用了一个多时辰 回家的时候 马夫把马车赶得飞快 因为他家少爷已经呕吐了三四回了 并且一个劲的对着呕吐物大喊可惜 很有要吃回去的冲动 天色稍微暗了下来 张健之又被马夫送到了长安 在雷同家呀 亲手把那副斩子前的利马图送还了雷家 并且说明了云府不收的理由 雷老爷对书院先生的高峰亮节 又是一顿赞叹 再把云家的回礼交给了雷老爷 雷老爷看看里面的五色礼 再看看大罪而归的儿子 就知道他们在云府过得非常愉快 这就好 这就好啊 没有看不起商骨人家就好 张健之也是东摇西晃的 就命马车把他送了回去 还请他在闲暇时到家里做客 眼看天就要黑了 老夫人见儿子还是没有回来 不由的开始担心 他会在酒宴上被别人戏弄 毕竟这样的场景 他做歌迹的时候 见识过无数遍 心忧之下 只要听见外面有脚步声 就连忙打开门槛 失望了无数回 一辆马车在家门口停下 眼见着自己晃晃悠悠的儿子 被马夫搀扶下了马车 连忙上去扶住儿子 见儿子冲他开心的一笑 虽然被浓烈的酒气熏得晕头胀脑 却明白儿子这一趟 侯府之行过得不错 好像没有受到击辱 强自坚持的张建枝 一头处到自己的床上 浓重的睡意袭来 就要入睡 好像想起了什么 又挣扎着爬了起来 从门口把篮子拎过来 送到母亲的手里说 娘啊 呃 尝尝 云府他点心 啊 您吃过之后啊 就知道 到底有多么美味了 哎 这是侯府给的回礼 老夫人把儿子扶上了床 脱掉他的衣衫 给儿子喂了一些水 拿石布金子擦了脚 这才给他盖上毯子 瞅着睡着的儿子愣了一会儿 就回到矮桌旁边 打开竹篮的盖子 看里面精美的点心 尝尝的吸了一口 里面香甜的气息 这样好味道 多少年没有闻到过了 拿指头挖了一小块奶油 含在嘴里不由的呻吟出来 这就是天堂的味道嘛 云烟回不了家的原因 不是皇帝不放 也不是皇后不许 而是因为他碰到了难题 大唐的太子殿下 魏王殿下 再加上他 三个人要替大唐 最受宠爱的公主李明达 四子公主 解决天大的麻烦 他的狗狗不吃饭 云木自认对这个很在行啊 带着自己的大狗去看看 四子的狗狗为什么不吃饭 不过很快就回来了 旺财也把尾巴夹得紧紧的 很狼狈 看样子四子公主的狗狗 这不简单呢 能把凶悍的旺财下得不轻 一定是猛兽才是 在长安 富贵人家养蛇利养豹子的 那已经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作为大唐最受人们喜爱的公主 养两只犀牛也不算什么事 要知道书院里闲的没事干的先生 为了把蛇利的体型减小 已经开始培育第三代小型蛇利了 现在的已经初见成效 至少耳朵尖上的那一座修毛已经不见了 体型已经渐小 性格也变得温和了 那据书院的先生说 等再有两代 繁殖出来的蛇利就只有十斤重了 就是这样 云叶也不敢想象一个甜美的少女抱着一个十斤重的蛇利 漫步花园的情形 以及她的干貌 有什么事 这一切